儿童节前夕领口男士国小以健康活力 环保创意新美科技为主题 在校园里举办儿童节闯关活动 让学童们透过实际参与 学习到各项技能与知识 学校这次规划儿童节的活动 特别以孩子的生活经验 还结合了新媒体科技的素养 这样来做一个规划设计 我们希望孩子能够习得 新媒体科技的能力 还有他的逻辑思考的能力 闯关中的Stretch 谁与针锋关卡 由高年级学生East� 城市创建角色 并设计出各种难度的互动式游戏 有趣且愈将愈乐的性质 生活师生门的肯定 这次的童节给了我一个很棒的经验 也让我知道 城市可以怎么写 才能让其他人比较觉得好玩 然后比较容易懂 这样子一来 让他们玩得开心 他们就会 他们就会对城市有兴趣 才能让男士国小的城市发扬光大 经过这次的儿童节活动 我体会到了低年级小孩 低年级老师教导小孩的辛苦 对也 这是给我儿童节最大的一个礼物 我们也期待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设计 能够让孩子激发他们的潜能 多元智慧的潜能 还有让他们能够过得一个快乐的儿童节 而且收获丰富 唐玉珍校长表示 这次的儿童节系列活动 特别结合生活经验与新美科技素养 能激发孩子多元智慧与潜能 提升科技运用与逻辑思考能力 期待孩子们在儿童节前夕能体验快乐 许识的能力 记者胡宇轩领寇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上